2024年8月27号又到了我们依法爱国的时间 首先呢老王得向大家承认一个错误 就是我还是幼稚了 昨天那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 把乌克兰恐怖分子赶尽杀绝 直接给部队下了格杀令 并宣称俄罗斯没有俘虏 其实这条消息我是用翻译软件看的 看到了乌克兰恐怖分子 我就想当然的给加上了一句 是入侵到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部队 乌克兰军人被普京定义为恐怖分子了 那么这个想当然在昨天那期节目发表之后的三个小时左右吧 昨天中午就被打脸了 普京的这个命令 应该翻译成 把全部的所有的乌克兰军人定义为恐怖分子 给所有的部队下达对乌克兰军人的格杀令 因为昨天一整天 俄罗斯对乌克兰16个主要城市发动了最大规模的 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空袭最严重的区域是基辅 这张图片呢就是乌克兰媒体报道的说遭遇到空袭的城市 几乎把整个乌克兰的给炸了个一遍 所以这哪里是针对入侵到或者咱们说反攻到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军人 这就是对着不光是乌克兰军人 连乌克兰平民他也算上 昨天针对俄罗斯这一场大规模空袭 全世界所有的媒体使用的词汇都是无差别袭击 因为俄罗斯的袭击目标是完全不特定的 甚至无论基辅还是奥德萨 俄罗斯空袭的目标都不是军事设施 水电为主 超市商场平民区住宅区 甚至教堂 反正他那颗导弹我感觉根本就没瞄 就是感觉差不多打到哪算哪 这种行为不就是无差别袭击吗 甚至给他上升一个格调 给俄罗斯扣顶帽子 这不就是恐怖主义袭击吗 这不就是他娘的要种族灭绝吗 所以老王才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前一天 给部队下达的格杀令 并不仅仅只是针对反攻到俄罗斯本土的乌克兰军人 而是针对乌克兰人 那么昨天比较有趣的事啊 就是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之后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媒体人啊 政客呀政要啊都把矛头对向了美国 这是一位路透社的还是法新社的一个记者说的 今早俄罗斯袭击后 乌克兰人的评论 我们已经确定俄罗斯正在使用装有美国领部件的导弹攻击乌克兰 但是我们那些挑剔的伙伴不仅不允许 啊 ATACMS对俄罗斯联邦领土进行攻击 甚至不允许美国的风暴阴影导弹攻击由美国部件的地方 啊这里可能是指的发射美国导弹的俄罗斯本土的军事基地 因为这据说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矛盾的是英国人并不反对我们使用他们的导弹 但美国人却反对 因为风暴阴影导弹就有美国的部件 只要你使用含有美国技术美国零件的武器 特别是远程武器就必须征求美国的统一 所以截止到今天 8月6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进行大反攻 到今天21天了 美国还在还在犹豫 这个也是令全世界都不解的一点 甚至呢美国可以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英国丹麦荷兰 啊等等吧 还有德国的导弹远程武器 但是呢俄罗斯却可以随意的使用含有美国部件的武器 他不需要征得美国同意 这他娘的是什么世界 是吧 这是另外一位媒体人 这是公布了俄罗斯发射导弹 袭击乌克兰的发射线路 说许多导弹都处于波兰北约的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内 但拜登不允许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就是明明 只要美国同意 拜登同意 这些炸到乌克兰境内的导弹 远程武器 就可以在发射之前被拦截 但是呢 我们只能看着 这也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昨天在遭遇袭击之后 连续两次发表电视讲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吧 两次讲话都在提醒美国呼吁国际社会给美国施压 都不是给俄罗斯施压了 你看这是两个小时之前 泽连斯基发的 每一次袭击都不断提醒我们 远程能力至关重要 为我们的国防军提供足够的远程武器 以便我们在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地点 精准的消灭他们 这是我们每个合作伙伴都会正确采用 并肯定会用来保护自己的最佳反恐策略 还画了个括号 我们希望他们就我们的远程能力做出决定 其实说的还是 眼看着我们城市被炸 但是呢 我就是束手无策 我手里有远程武器 我也能直接精准的摧毁俄罗斯恐怖分子 那些发射导弹无人机的基地 但是就不让 就是不让 这里是一个叫战争研究所ISW的机构 昨天就乌克兰遭遇空袭发表的一份军事战报吧 ISW估计 俄罗斯至少有250个军事和准军事设施 处于ATA CMS导弹的射程内 然而美国目前限制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 瞄准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在这250个设施中 只有17个是机场 其余233处 许多都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通讯站 物流枢纽 修理厂 燃料和弹药库 以及永久的总部 应该就是军事基地这类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机构也是在呼吁 希望他爱他了一下白宫的捷克沙利文 说必须让乌克兰获胜 也就是说呼吁美国尽快地解除针对武器的限制 另外还有一个是美国的赫尔辛基委员会 也是督促美方尽快地解除对乌克兰武器的限制 不然的话 这场战争就是一个不对等的战争 怎么说 俄罗斯的领土没有边境 俄罗斯的战争没有俘虏 俄罗斯的武器也没有限制 这仗怎么打 是吧 老王连续吐槽了两天这个事了 就算现在立刻 马上美国就解除了对乌克兰所有的武器限制 老王对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 包括什么联合国呀 欧盟啊 北约啊 以及美国政府啊 这个态度都是不变的 还是那句话 咋他妈干啥去了 是吧 两年半之前 就有这个能力 就应该怎么办呢 是吧 甚至到现在了 老王都可以跟大家再畅想一下 或者我分享一个我的意淫 也就是老王在战争爆发第一天就声称的 或者讲出来的 斩首普京是结束这场战争唯一的方式和途径 可能过了两年半之后 到最后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 还真的就是这个 没准老王在两年半之前都他娘的猜准了 是吧 但是呢 这场战争就是活活的 拖了两年半 活活的拖死了十几二十万人 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残 是吧 如今的国际社会还能让我说啥 不过好消息还是有的 特别好玩的一个 还记得前几天老王在普吉岛的时候 曾经在一些视频里跟大伙聊过 我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央视啊 赶紧的为他讹爹鼓个掌 叫个好加个油 为啥呀 因为当年就是央视啊 环球啊 发表了一篇题为 大战临头 盖房修路 重压之下 谈笑风生 撒达姆为何不惊慌呢 什么时候央视在为他讹爹 来这么一篇 那在我看来 就是留给普京的时间呢 不多了 你看看 这是前一天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环球时报新华社 发表的一篇通稿 乌军越境攻击 普京为何依然淡定 撒达姆为何不惊慌 普京为何依然淡定 是不是看到这个标题之后 跟老王有一样的想法 留给普京的时间呢 也许真的不多了 更何况 昨天这一场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 针对乌克兰全境十几个城市的 大规模的轰炸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 对我而言 就有那么一点点 破罐子破摔 孤注一掷 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把所有的导弹 所有的无人机 所有的炮弹 扔出去 完事了 最后这一轮 剩下的具体怎么样 不管了 真的 我是真有这么一丁点的直觉 如果老王的直觉是对的 俄乌战争 可能就真的要结束了 好日子啊 就要来了 你们就偷着乐吧 共产党乱罪 文明观影 严禁喧哗 这个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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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